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朋友 你要明白 我们侍奉的是一个有秩序的上帝 他不会仅仅因为你想要而允许事情发生 他总是寻求他创造物的最大利益 他让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 传道书三章一至六节说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 死有时 栽种有时 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杀戮有时 医治有时 拆毁有时 建造有时 哭有时 笑有时 哀痛有时 跳舞有时 抛制石头有时 堆去石头有时 怀抱有时 不怀抱有时 寻找有时 失落有时 保守有时 舍弃有时 所以 我们可以相信上帝的计划 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不是一个随意的上帝 他是有目的 有准备和有计划的 上帝可能会从你的生命中 移走一些人 可能这些人在别处是有需要的 我知道 这可能有点难以理解 特别是 如果那个人是一个好人 或者是你一个你所爱的人 但请记住 上帝对每个人的生命都有计划 包括那个人 所以有时候 上帝会将某人从你的生命中移走 因为他对你来说不合适 或者时机不对 有时候人们改变了 你就可以学会放手 事情出错了 你才能懂得珍惜对的时候 你相信了谎言 你最终才会学会 不轻易相信别人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怎么两个这么匹配的人 这么好的两个人会分开呢 这样更好的事物和人才能聚在一起 这样你才会从中审视自己 从中学习 或者才学会依靠上帝 为什么上帝会将人从你的生活中移开呢 今天我和你分享几个原因 首先 我称之为去其糟粕 增其精华 有时候 上帝需要将某人从你的生活中移开 才能拓宽你的领域 让我和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牧师 他被召来管理一个小教会 当时教会只有不到一百名成员 但是 当他到了那里 遇到了很多困难 许多人难以相处 当他试图完成上帝的工作时 他们与他对抗 于是 这位牧师和他的妻子一起祷告进食 向上帝寻求方向 上帝打开了他的眼睛 并在他的心中说话 揭示出 教会内部有许多问题 其中有一个核心团体 在教会内制造很多分裂 然后 牧师努力工作 继续祈祷 这个核心团队的大约二十名成员 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 因为他们不同意牧师推行的变革 在那之后 教会的规模变得更小 几乎缩减了一半 但是留下来的人之间 形成了一种美好的氛围 覆盖着整个教会 他们团结一致 成为了一个共同祈祷 互相合作关爱的教会 更重要的是 他们成为了一个真诚寻求上帝同在的教会 不到一年的时间 教会的成员从约五十人 增长到了三百多人 这个教会继续增长 直到有超过一千名成员 这个故事的教训是 有些人必须离开 因为他们阻碍了上帝的工作 教会人数很少 工作的人也不足 他们的离去使教会似乎正在失去 似乎正在缩小 但事实上 上帝正在努力拔除那些妨碍他教会的杂草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哪些人是上帝需要减去的 以便上帝可以拓宽我们的境界呢 有哪些人是妨碍上帝在你的生命中工作的呢 有哪些人是在束缚你的发展呢 你要小心谨慎 不要固守住上帝想要从你生命中捡去的人 上帝有时候会将人从你的生活中移开 是因为他希望你成长 希望你在他里面茁壮成长 第二 上帝可能会移开我们生活中的某些人 以实现他的计划 当我们将生命交给上帝时 我们也给了他在我们生命中实现他的计划的许可 因此 任何妨碍上帝在你生命中实现他计划的事物或人 他都会将其移开 上帝能够看透时间的走廊 更准确地说 上帝已经走过了终点和起点 并且知道你生命中将会发生的一切事情 你知道 每当上帝有一个计划时 魔鬼就会在黑暗中工作 试图阻止他 在耶稣基督的地方 魔鬼有敌基督或反基督的灵在工作 上帝在伊甸园为人类设计了计划 蛇就来对抗 所以 你看 有时候有些人必须离开我们的生活 因为他们正被魔鬼所使用 但是你知道 上帝总是胜利的 上帝的旨意总会得以实现 所以 无论魔鬼如何计划和策划 上帝对我们生命的神圣计划终将胜利 第三个原因 上帝可能会移开某些人 是因为那个人或那段关系 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干扰 对于那些身处有害关系中的人来说 他们可能会被生活中剧烈波动的关系 困扰得无法集中精力 更不用说祷告了 生活中一些有毒的人 也会影响你做坏事 使徒保罗写道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三节 你们不要自欺 烂交是败坏善行 有一些败坏的朋友 会给你带来麻烦 而你可能并没有意识到 他在拖累我们 所以上帝在他的智慧 爱和怜悯中 会将某些人从我们生命中移开 假设你有一辆汽车 有些问题 你会把它送给修车师傅检查 上帝也检查我们 他看到了一些人 在我们生活中引起的问题 最好的解决方法 有时候就是将他们都移开 你必须放手一些人 因为你生命中的每一个人 都是为了陪伴你 走完你的一段旅程 但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一直留在最终目的地 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 放手那些人吧 其中一些人可能并不是坏人 但很多时候 这些人不是真正适合你的命运 上帝并不给你你想要的人 他给你的是你需要的人 他会给你那些 能让你成为你应该成为的人 总之 我们需要相信上帝 主对我们生命中 发生的每件事都有目的 作为他的儿女 我们需要相信他 因为他是掌控一切的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允许好事和坏事发生 都是为了完成他的神圣计划 所以我要告诉你 亲爱的 要坚守信心 不管你是否还在等待祷告的回应 要坚守信心 要明白 主确实是慈爱的 信实的 他了解我们的痛苦 他愿意解除我们的负担 当我想到耶稣基督行走在水面上时 我感到兴奋 因为从逻辑上讲 这是不合理的 从科学上讲 这是不可能的 圣经在马太福 因十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中说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了 说是个鬼怪 别害怕 喊叫起来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 不要怕 耶稣走在水面上 是一种挑战 他在告诉我们说 自然法则适用于你们作为人类 但对作为上帝的我 他们并不适用 物理学对你们有限制 但对我没有影响 重力也许限制你 但重力对我没有影响 亲爱的朋友 在耶稣凡事都能 没有什么是对耶稣不可能的 没有什么是耶稣医治不了的 没有什么是耶稣触及不到的 我祈祷这个信息会激励你 当你身处困境时 很难看到未来 但我要鼓励你 要信心满满 伸手向耶稣基督 他会拯救你 这个信息特别献给那些 真的处于困境中的人的 也许你正处于干旱的季节 你发现自己站在不稳固的地方 在我们有限的地方 主是无限的 在我们看到挑战的地方 主看到机遇 他在那里向你展示他的爱 向你展示他的威力和能力 当上帝将人从你的生命中移走时 就让他们离开吧 家里托马斯的书中有一句话 有时追随耶稣的教宗 就是离开别人或让他们离开我们 我真希望在更年轻时学到这句话 我们被召唤要彼此相爱 我们应该这么做 我们被召唤要爱我们的邻居 但为了要保护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有些人 我们要以保持距离的方式去爱他们 如果你不小心 有些人会把你带离主 有些人被魔鬼专门派来 打击你的士气 扰乱和打击你的信心 那些有耶稀别灵的人 他们试图激怒并控制你 我们必须考虑到 这是会发生的可能性 对于某些人和某些情况 有时我们能够做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走开 在远距离爱那个邻居就好 当他们劝阻多余鼓励时 你要做的就是走开 当你们的关系成为负担 而不是祝福时 你要走开 因为有些人 如果你和他保持亲近 最终会打开许多不愉快的 远离金钱生活的 甚至罪恶的大门 比如说 你会遇到生活中沉溺的人 他们沉溺在最终 在破坏性的习惯中 或某种成瘾中 首先 你需要了解的是 你不是上帝 你无法轻易治愈一个人 改变一个人 或改变一颗心 你只能将他们指向 那个可以做到的 耶稣基督 你只能将他们引导向基督 因为你无法拯救他们 你必须知道 有些人你应该从远处去爱他们 你可以为他们祈祷 帮助他们 鼓励他们 但不要试图承担他们的负担 当然 这并不适用于每个人 但你要祈祷圣灵会帮助你区分 哪些人是你可以接近 上前关心的人 哪些是你需要保持距离 去爱和帮助的人 因为如果你不小心 就像救生员一样 你可能有帮助溺水者的意图 但他们的挣扎可能很激烈 以至于他们最终会把你拉倒 在圣经真言十二章二十六节中说 一人引导他的邻舍 恶人的道教人施迷 你要谨慎地选择你的朋友 谨慎地选择围绕在你身边的人 谨慎地选择谁可以接近你 谨慎地选择你的公司 圣经如此告诉我们 因为有些人对我们来说 他们的负面影响力实在是难以承担 我们无法与他们建立牢固和亲密的关系 我们仍然可以远远地爱他们 关心他们 为他们祷告 但我们必须小心和他们之间的距离 真言二十二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说 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 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 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 自己就陷在网络里 注意最后两句 恐怕你会学习他不守纪律的行为 使自己陷入难以摆脱的境地 有一些信徒他们没有很大的恶习或沉溺 但他们沉溺于自己的思想束缚中 比如他们会告诉你 只要有心去不去教会都一样 只要心地好信什么都一样 所有的宗教都是教你做好事 教会有许多虚伪的人 所以不去更好 信就好 但不要迷信 他们可能会嘲讽你风雨不改地参加聚会 取笑你的敬虔生活 他们的说法似乎没有错 但这样的思维会使你渐行渐远离上帝 真言十三章二十节说 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 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 不要掉以轻心 你会受到与你同行的人的影响 如果你与有毒或反对上帝的人建立亲密关系 你会受到亏损 另一方面 当你与信仰坚定的人建立关系时 你会加添力量 所以在与有毒的人交往之前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好的 我理解你的善意与爱心 我们都希望他们更好 但我要说的是 有的人你要远远地爱他们 我们无法使人的心之罪 只有圣灵才能做到 只有上帝的话语才能做到 爱他们 但保持距离 因为你会发现这些人的问题是 除非他们自己愿意改变 否则无济于事 圣经在真言二十七章十七节说 铁磨铁磨出认来 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我们在福音书可以看到 耶稣让人离开和自己离开的例子 这些事件并不是源于冲突 有时 耶稣会离开那些 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人 有时 他为了恢复 更新或保护而离开 关键是耶稣没有让他人的需要 恳求 攻击 或没有回应 分散他对天父 赋予他使命的注意力 当有人走开时 我们看到耶稣没有在追赶 强大如耶稣 也不是每个与他交流的人 都会改变 悔改 或同意他 以富有的年轻人的故事为例 耶稣看出了这个年轻人的心 和他生命中的核心问题 他爱钱 年轻人无法离开他的钱财时 他选择离开耶稣 请注意 我们的主并没有追赶他 他转向他的门徒 解释了发生的事情 当真理被拒绝时 他把时间花在接受他的人身上 而不是祈求不信的人 重新考虑 还有一次 在给出了有关吃他的肉 和喝他的血的教导之后 耶稣失去了许多以前热心的追随者 从此 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 不再和他同行 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 你们也要去吗 耶稣不显得绝望 操纵或控制 他不因此而情绪低落 他以使命为中心 以他人为中心 以他最深的核心为中心 耶稣还展示了 在与像西律一样 有毒的人打交道时 有时需要保持沉默并走开 耶稣没有与西律争论 并试图为自己辩护 而是保持沉默 西律于是问他许多的话 耶稣却一言不答 耶稣对比拉多和宗教领袖 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他被祭祀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 什么都不回答 比拉多就对他说 他们做见证 告你这么多的事 你没有听见吗 耶稣仍不回答 连一句话也不说 以致巡抚 甚觉稀奇 耶稣让人离开的一个 特别生动的例子 发生在最后的晚餐上 耶稣知道犹大要出卖他 他提前谈到了这件事 然而 他让犹大走出房间 没有追他 他没有浪费时间 试图改变犹大的想法 相反 他把剩下的每一分钟 都投入在他忠实 可靠的门徒身上 并一直祈祷 直到他被捕的那一刻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 三章五节说 有敬钱的外貌 却背了敬钱的实意 这等人 你要躲开 远离某些人 并不是罪 尤其是在你尽你所能 将他们带到光明中之后 马太福音 十章十四节说 凡不接待你们 不听你们话的人 你们离开那家 或是那城的时候 就把脚上的尘土 堕下去 远离这些人 并不意味着恨他们 或试图伤害他们 当我们远离 以避免受到影响时 我们一直在祈祷 并希望他们 在基督里得救 保护自己的安全 并不是一种罪 这实际上 是一件明智的事情 因为圣经也警告说 我们在试图拯救 不道德的兄弟时 也会跌倒 如果你没有必要的 属灵力量 来对付有毒的人 那么首先照顾 自己的属灵健康 可能符合你的最大利益 当你退后一步 为那个人祈祷时 这让上帝有机会 在他们的生活中工作 很可能会为你 打开一扇门 让你或他们 在未来处于 更好的位置时 与他们一起努力这样做 如果你领受到 这信息的祝福 我们邀请你 以赞助的方式 支持这个事工 你可以点击 以下描述框的链接 成为我们的 固定赞助者 或以请我们 喝咖啡的方式 一次性赞助 通过这事工 让你的力量 发挥影响力 成为世界的 一点亮光 你是蒙福的 为要成为 他人的祝福 请别忘了 在评论区 输入阿门一词 或分享你的收获 也请记得 点赞订阅 装备生命频道 以获取更多 能提升 你属灵成长的视频 谢谢 感谢你的聆听 愿荣耀归于上帝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平安 与你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